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被拒绝入境美国以后怎么办 那我们大家知道你有签证或者绿卡 都是美国政府发给你的文件 理论上说你持这些文件从美国境外入境美国 并不是说开头的天经地义的就一定能够入境 美国入境部门叫CBP,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它也可以拒绝个人入境 那著名的作家茨维格在他的自传体的书叫《昨天的世界》里面写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当时欧洲各国虽然有敌对 但是那个时候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旅行 很多时候凭个人的基本的政见就可以,不需要签证 但是后来发生了战争,然后世界越来越麻烦 有这些文件,这一定情况下大家很多人讲到 现在的世界和一战前也有一些类似 过去全球化,现在遇到了一些set back 世界更多的出现了一些动荡冲突 那相应的个人旅行要的文件 或者遇到的问题也可能会以后比以前更多 那我们在这里讲一下 据我们了解到的有一些入境美国遇到问题的案例 可以吸取教训相应的避免 有一个是用B签证入境美国的一位年轻的女性 他想着那时候打一个时间差 这个配偶要回到中国和他结婚 这个配偶有绿卡 然后他想着那我和绿卡持有人结婚 我再办签证 被移民签证到美国不就不容易了吗 怎么办呢?他上个月先申请了这个B2签证 然后拿到签证以后下一个月就和这个绿卡持有人在中国结婚了 结婚了以后他在中国工作也辞掉了 带了所有全套伴侣卡的文件说要入境美国 那入境的时候呢用这个B2签证啊 这个CBP的工作人员看到他做了这些准备 然后呢就询问他说你是否准备在美国伴侣卡 那他也不容易回答出来啊 然后呢考虑到他过去的这个history 美国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呢认为他有这个fraud的intention 说故意呢想用简单的办法来绕过这个国家 政府一定先取得签证下一个月再结婚 然后呢因为这个原因啊他们B2签证呢 入境美国就没有成功被遣返了 那当然了还可以在中国再办移民签证 但是呢要的时间啊功夫可能就更多了 至少这一次呢没有成功啊遇到了问题 这个呢本来也有可能能够避免 还有一个例子呢是美国公民的父母啊 他们申请了绿卡 然后已经拿到了回美正儿的汪子盘肉 然后呢离开美国 但是在返回的时候遇到问题 因为他们此前呢是党员 而且是在体制内的官员 但是呢在申请的时候呢 没有足够的披露这方面的问题 在重新入境的时候呢 因为各种原因呢又被问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在那个时候才解释啊讲到 那一样呢CBP和移民局呢 同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啊 那工作人员认为呢 说他此前隐瞒了事实 相应的呢这个绿卡申请呢 也就有一些问题啊 因此呢 经过盘问这个人呢 最后呢他也没有能够入境啊 然后呢也没有要求出境 那理论上说呢这个人 当然他也可以办金属移民的移民签证 但是呢需要的时间啊精力啊 然后也就更多了 就是一些出问题的例子 能说明什么呢 那就是说个人呢 那你不能说有这样的小聪明 就是说这个是同Gate System 就是如果时间太近呢 不够有舒服力 那么多久就不算近呢 那一般你入境以后 如果说超过三个月 或者说其他的 你拿到签证以后超过三个月 再有这个意向想法的变化 像这样呢就是可以的啊 所以相应的把握 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 经过我们律所的帮助啊 有一位原来被拒绝入境 但是后来呢翻盘成功 现在已经入境美国 开始顺利工作的这个情况 这位申请人呢 他是孔子学院的教师 然后呢原来用G签证在美国 然后后来呢我们大家知道 因为政治冲突等等原因 在美国的很多孔子学院关闭 那么关闭当然不是说 一下子第二天就全关 有的呢就是拥有一个计划 比如说半年一年后关闭 计划已经有了 然后呢他到中国去探亲 返回美国的时候呢 那么美国的部门工作人员 在入境的地方指出 说他这个DS2019表 这签证虽然没有过期 但是呢支持这签证的一个部门 这个孔子学院就要关闭了 所以呢他入境呢就遇到了质疑 本来呢他可以顺利的相应解释 但是呢有的人比较紧张嘛 相干不相干的事情呢 就说的比较多 然后呢后来呢就还在同意 Cancellation of admission之上呢呢 签了字啊就是说同意放弃入境美国啊 那后来呢就回到中国了 回到中国以后呢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做的不顺利不干些啊 那原来的雇主呢还是比较支持 就是说虽然孔子学院没有了 但是呢他原来是通过孔子学院作为一个中介 在美国的学校里面任职 那么美国的学校呢还愿意支持他的工作签证 那相应的呢工作签证下移民局申请取消了批准 但是呢那因为人在美国境外啊 他还需要办理护照上面的工作签证役 不要担心说以前的这个事情怎样解释 那我们跟他讨论联系指出呢 这过去的一些问题呢很多时候是通过误会 miscommunication才造成的啊 我本人呢并没有违反美国移民法啊 规定啊这样的情况啊 那我自己也是受害者啊 那我自己原来只是孔子学院的一个雇员 或者合同工啊 那我并不是官僚啊政治活动家 对吧我并不是代表孔子学院的管理者 对吧所以呢从这些方面解释了一些个人的情况 那么他在签证的时候呢 也就顺利的取得了批准 拿到工作签证 然后呢近期最近也就用这个工作签证顺利的来到美国啊 那这样呢因为此前已经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 也就已经完成了两年的服务期啊 所以这样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么从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呢 被拒绝入境美国并不是永久的 一次被拒入境呢如果过后问题能够解决 你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还可以再改变情况啊 还可以再重新办理美国的签证 并不是说拒绝你入境就不能再办签证了 也不能过后再入境美国了 没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为什么被拒绝入境 要有一个说明啊 让有的人呢我们的客户有的解释的 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错 也不是移民局的错 或者cbp的错误 这中间有个误会 misccommunication 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 我在交流的时候呢 这个比如说对方讲到 有的是这个单位啊 这个组织的问题啊 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但是当时我们要能够分辨清楚等等 那总之呢被拒绝入境美国啊 当然这个不好怎么样 尽量避免这个事情发生 但是发生了以后呢 也还是可以有解决办法 总体来说呢 据我们所知 现在嘛要入境美国 然后要办EVUS 要通过cbp等等 中间出问题的人呢 还是有一些的 那尽量呢 如果你在此前认真的准备 考虑想到有可能被问到的问题 自己的某些剥弱环节软肋 那就可以相应的呢 提前准备啊 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 好 那如果有更多的 关于办理到美国的签证 或者入境美国 或者其他的担心过去的Visa history 的问题等等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